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不是我讲 那今天就是要了解一下 因为今天 那个失效退场 土地要发还 不是土地发还 没那么简单 有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是涉及到失效法 对 要先退场 然后另外一个阶段是都市计划法 都市计划法 没错 那内政部主管的是都市计划法 是 教育部主管的是失效法 是 所以基本上 依照现行的失效法 是不发还土地 它土地必须要捐给政府 所以如果要发还 第一个阶段就是 失效法里面要修法 要不要发还 如果要发还 怎么样的发还 发还完了以后 如果要涉及到都市计划变更的时候 那才会涉及到 那个时候 内政部 我们是处理后段 都市计划要变更 那依照 目前 地方政府的都市计划变更 使用分区变更的话 都有回馈 而这个回馈是六到八成 就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要捐给政府 是 对不对 像譬如我住宅区 我要变成商业区 我机关用地 学校用地 变成住宅区 它回馈大概是二成到四成 所以如果是六到八成 应该是讲的是都市计划的那一块的部分 对 但是那不是我讲的 是失效法的那一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这个书面报告来讲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今天书面报告是讲到都市计划 有关都市计划的范围内 或者是非都市计划范围内 有两种不同的选项 然后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想今天您在这边来 如果是确定是这样的话 确定 那应该是 部长的这些问题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重要的应该还是教育部的问题 没错 好 那谢谢部长 谢谢 那我再请教讲部长 好 教员 谢谢 所以我刚刚这样讲 我相信讲部长 您就应该很清楚的了解 最重要的还是失效法 你要不要针对发款土地的部分 要去处理 如果要 你还要必须要修失效法 送到我们立法院审议 我们立法院审论通过以后才能算定案 对不对 现在是这样子 失效法其实有好几条了 如果当然法人 学校现在是这样子 学校有学校本身在下上一个法人 学校当然可以停办 停办以后法人事实上也可以解散 也可以转型 那我们其实基本的思考都还是不是他停办的思考 如果停办照原来失效法74条的规范 那当然其实土地就收归国有了 基本上是概念 可是如果走71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转型的过程中间 衍生出来的土地的所有相关的处理 当然应该这个是有 还是有适当的一个规范 他可以转型 可以保留部分的土地 那也一部分 如果可以转型 如果可以发还的话 几乎没有人要停办 都要改变转型的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你现在将来还要报行政院 其实一条 所以我希望教育部能够针对这个部分 好好的考量一下 因为失效 基本上当时设立的时候 的法令明文规定的就是 土地不能发还的 后来虽然教育部在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 有修了失效法 对不对 说是可以转型 可是转型也有转型的限度 并不是无限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部分特别跟委员说明 我只提醒你一下 因为后续还会有很多机会来探讨 尤其审判案的时候 那我只想请教一下 现在学校 如果一个学校 他的新生人数 只有招到一百多个人 你教育部会核定他的招生人数多少 因为部长你在大学担任过校长 对不对 从副教授开始 一直到担任到下长为止 对不对 所以对大学里面来讲 你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大学我基本上有二十几年在大学 所以如果一个学校 一年的一年级的新生 只收到一百多个学生 你教育部会核定他招生人数是多少 你觉得您说的是大专院校 还是指的是高中 大专院校 大专院校其实跟委员特别说明 其实有几个评估了 大概三千人 至少大概minimum三千人 以我们现在学费的标准各个方面 他大概可以sustain 可以经营 低于三千人 其实就有困难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学校 是 今年的招生人数 所实际收到的新生人数 是 只有一百多个人 就是他注册吗 还是他名额 如果注册只有一百多人 当然是已经很少了 这一定在我们的名单内 招生人数会核定他多少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核定的人数 有一个注册的人数 这两个数字 当然其实是 你可能注册率 可能给你五百人 注册率是五十百 那就两百五十人 来实际入学 所以这个数字 一个是实际招生的人数 一个是你教育部核定的人数 核定跟注册的人数 所以你核定的人数 是不是要考虑到 他前一两年 实际招生的人数 是 当然是 如果我们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的上一个年度 上一个学年度 他招生的人 实际招生人数 只有一百多个人 你会核定 他下一个学年度 招生的人数是多少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两年或者三年 他注册率都不到达七成的时候 我们就会减他的 减他的 减他的实质招生人数 具体的去减 就是去减 如果再持续恶化 那可能就甚至到停招的 这个可能都有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 依照你的 如果你今天是 依照你在学校自校的经验 今天您是部长 对不对 如果一个学校的 一个学年只收到 一百六十个学生 要减招了 你会核定他招生人数多少 不是减招的问题 你会核定他多少 学生招生人数吗 新年度是不是 对啊 因为这一年 譬如说招一百五十人 新年度会招多少 新年度我刚刚就这样讲了 核定他招生多少吗 核定他招生 就是说他如果 出来是五百人的话 如果是减招三成的话 那就三百五十人嘛 就会 不必然会核定 就是一百五十人 可是我们会有 减招的作为 就会减他的 你会不会核定他三百人 怎么样 会不会核定他三百人 会核定他 这个有一定的比例 会不会核定他五百人 不会他核定 不会他核定五百人 你会不会核定他一千人 你会不会核定他一千人 不会 不会啊 对 那我告诉你一个数字 是 这个学校 是 他实际招生人数 一百零一年学年度 实际招生的人数 是一百六十个人 一百六十人 你核定他是一千一百九十八个人 您 不是 我想 还有一个学校 好 我等一下会再 他实际招生的人数 是三百九十九个人 招生人数三百 你核定他的招生人数是两千四百七十七个人 我们是两年还一年六千 那再还有一个学校 是 他实际招生的人数是四百九十三个人 你核定他的招生人数是三千六三千四百六十个人 太离谱了吧 这样子 注册率百分之十几 对 我刚才特别跟委员说明了 就是说现在的规范是说他的注册率七十百分之以下 连续两年我们就会减召照照一定的比例去做减召 那这个到这么到现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那当然其实减召的这个幅度啊 我们过去减召的这个比例啊 可能应该做一个进一步的检讨 对 我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哈 一个是十三百分之十三 是 一个百分之十四 一个是百分之十六 我不晓得这 这些学校有没有在你的退场机制的名单里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到现在没有公布退场机制 因为大专院校只有六所 高中有二十几所 八所 大专院校八所 八所嘛 我不晓得这几所在不在里面学 我只是说 你们核定的学生数 为什么会核定到这样的状态 这个江源 而且说实在的 最离谱的一个事情 你们的教育部还问我这学生数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可以给他 这个不应该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还在问我 江源 我想这样子 你这个学生数从哪里来的 你能不能给我 你教育部都没有办法掌控学生的入学注册学生数 那你怎么样子去核定他的招生人数呢 我想这一点我应该可以确认 各个学校的学生人数 核定的人数 招生的人数 注册的人数 我们其实有全面的这个资料 这一点我可以确认 我当然不晓得 就是说当您跟我们的同仁在互动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一个问说 从哪里来的 是问说 是好奇是怎么来的 还是说 他那个诗没有 对 那这个他其实 他那个诗没有 他不能 这个当然他就应该在 部内有诗 主管核定注册 那个招生人数的诗 进来没有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不至于 这我是觉得了 你们今天在核定招生人数来讲 是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是 一定要很非常的慎重 是 你一定要考虑他实际的注册 是 是 是 上个 那个注册学生的人数 然后再来考虑他的这个 是 好 江源我是不是可以简单回忆一下 我简单回忆一下一下 一句话就好 好不好 你有书面给我答复好了 好 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好 是 现在 你有没有听说过 招生不足的 学校在减老师的薪水 有没有听说什么 招生不足的学校在减老师的薪水 这一部分至少我不 没有 绝对有 可是我已经 我已经去 我已经请他们 不能减少老师的薪水 是 一定有嘛 是 那我再请教一下 我请 我已经请我们同仁花文 招生足的学校 是 有没有在减老师的薪水 我已经请他们去做全面的调查 因为就这一次有减薪这样的情况 我必须全面的了解 我们495所高中职 尤其是私立的高中职的情况 招生足够的 还有在赚钱的学校 老师的薪水减从五千六千到一万 这个不 我已经跟 我愿意跟委员这样说 有多老师向教育部申诉 是 教育部说无法克力管理 结果向地方政府劳工局去申诉 去协调 结果多多输掉了 所以 我请教一下 依照教师法第二十条 是 你要定定教师的待遇 以法律定制 对不对 是 依照教师法二十条 教师的待遇 以法律定制 是 这个基本上是公立的学校 教师的薪知的法制化 什么时候开始实际 我跟教员这样讲 什么时候可以依照教师法二十条 定定 其实那个是 那个是基本上是公立学校的 可是私立学校 我们是用一个准用的一个概念 准用的概念 不是适用 适用那当然就完全要比照 准用的话 私立学校 至少有一个标准在吗 现在是 基本是准用的 可是当然我也愿意这样做 就是说 如果任何一个学校 他任意的去减 这个老师的相关的 这个薪水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协议 双方一定要协议才能做 他不能完全没有协议的情况就做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会扣他的奖补助 或者甚至有减招的作为 一定要有适当的方式 让他能够回复老师 教育部没有出力 好几个学校 招生俗的学校 都面临到这种问题 只有到劳工局去协商去 结果协商都不成 然后教育部也没办法 就没办法做他的后盾 结果只好摸摸鼻子 回到学校去教书 我们现在已经 就少了一万多块钱 我们具体的请各个学校 一定未来 一定要 这个不能随意的减 这个已经通涵 全国各个学校 那进一步 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也会协助 让他定期要做改善 不做改善 我们有相关的处置的话 根据私校法 我们会有所作为 这个特别跟委员 这个做报告 一定会努力的 不让这个事情 持续的蔓延 或者说 因为我现在我知道 已经有好几个学校 多在走 而且这个学校 看另外一个学校 一个看一个 一个看一个 别的学校可以减招 而且政府拿他 没办法的时候 他就其他的 就继续在陆续的减刑 如果你查不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 学校的名字 我们会来 我们已经全面的 去做调查了 会来做处理 谢谢 谢谢